這個 704 是非常之正 這個價位 其實也是非常之划算 小側 今天是安喬和 Pioneer 的讀器室 很久都沒試過跟 Pioneer 的旗艦 甚至是次旗艦機 去做這個評測 我自己本身都是 Pioneer 的 901 的用家 我都自己等了三年 其實都很希望他什麼時候有新機出 這個日子終於來臨 雖然今代是 704 不過我們看到 704 其實在一些升級上 我覺得都是非常之實用之外 而且有回應到用家的訴求 今天先來試一部 704 704 外觀其實沒什麼好說 因為 704 外觀和上一代是一模一樣的 基本上如果太太出去逛街 接著你就可以換了相機 完全是神不知貴不覺的 外觀是一樣的 但有張貼紙不同 高負一致 譬如說 205W 的 9ch 這個當然是在 6 音 1KHz 的情況 單聲度測試出來的效果 大家可以將它打成 7 折 或者再低一點都可以 另外 HDMI 支援 HTC P 2.3 有 7 In 3 個 Out 這個基本上都非常之夠用 支援的音效架式都很厲害 顧自然有 Dube Amos DTX 6 和大家現在最期待的 IMAX Enhanced 都會在這部 704 中可以玩到 另外 Dube Vision 亦都可以通過 Dube Vision 之外 當然支援 HDR10 和 HLG 10 Plus 聽說 遲些會有機會更新更新 另外還有很多無線 network 功能 例如有 Alexa 當然有玩 Hi-Fi 的朋友 亦都會有玩 WUM 的 他今代都會支援 WUM 的平台 讓大家可以用 WUM 和它對應 另外串流的平台 我們當然會看到有 Spotify 和 Tidal 這兩個都是香港比較多人玩的 一些串流音樂的平台 方便大家可以用手機 或控制程式的程式 聽歌就會比較方便 當然除了這些基本 簡單而異名的功能之外 我們最引以期待的當然是 MCA-CC 和 PKY-S 以及它裡面有很多實際功能 其實都有分別 稍後跟大家實施一下 順便跟大家說說每一個功能的分別 亦都告訴大家 有哪些設定我們一定要做 例如AVM 既往AVM 既往 亦都非常多插頭 而且有些插頭 我都猜不到它還會保留 續樣說 首先有六入三出的 HDMI 在機頂上方 剛才說有七入 有一個是在機頂上方 所以後面六個 這個就是三個的 output 民主的提供 已經支援EARC 另外有一個是SUS 另外一個是SUNG 2 因為外國朋友 叫一部M 會招呼兩個不同的区域 所以SUNG 2 外國也非常有用 另外還有兩組的色差 最估不到就是這些 黃色的 黃色的影片 由 Input 到今時今日都還留下 這件事非常貼心 因為有很多人的機頂盒 甚至有些很舊的 VCC 機 可能只有三元色都這樣走出來 這件事就適合用了 RCA Input 在這裏 另外,如果說 Pre-out 來說 會有 11 個 channel 的 Pre-out 在這區域 下面我們會看到有天線 甚至有些紅外線的插頭 另外這裏有兩個 Trigger 如果大家玩後級抗音機 通常都會有多一條線給你插 Trigger 按著 704 時 下面的 Power Am 自己會開啟 不用再按多一下 然後這邊是 9 個 channel 的 Power Am 給大家插插喇叭 大家會見到,這裏有 11 個插頭 為甚麼會這樣? 因為在不同的 Config 中 都會有不同的用法 例如我玩 7.1.2 或 5.1.4 都可以有不同的組合 甚至乎我玩 By M 等等 所以這裏的插頭 其實會有不同的功能 當然,中置、前置都是用來跟隨的 但如果你有不同的玩法 你首先清楚自己要怎樣鑑法之後 看說明書就會教你怎樣鑑 非常之簡單 背部和大家看完 現在立刻開啟機 然後自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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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動 E Reill MING MING 摸 小室剛才試了幾套電影 其實整個Config都不太複雜 做完AutoGel之後 只是在喇叭的大小和分頻點上做了一些修正 譬如我把前置喇叭設定為大小和分頻點上有不同的調教過 因為我都用了波希米亞的低頻量比較多來做反覆比對 之後就得出現在這個狀態 但其實我覺得在704這個新隔 應付這間80200呎的房間 其實已經完完全全地超出新隔的水平 尤其是它現場推出這麼多支喇叭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給我一個很充足的包圍感 亦都可以有一個很完整的音場給我 而Pioneer 本身的聲音質素 仍然保持到一貫快、狠、准確地 咀到你面前 這個定位強 亦都是我對Pioneer 一直以來覺得 它這種聲音是很獨特的一個元素 在704 度當然是可以保持得到 過程中測試到它的力量比以前更穩定 試過幾套電影 有波希米亞 有Avenger 的 Endgame 最後就試了John Wick 以及I-MAX 的火箭星空 John Wick 我選了飛刀仔那一段 它地下等級和天空等級的分隔度 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尤其是在John Wick 飛刀仔那一段 其實有很多位置 其實我都很少會聽到這麼清晰的前後聲 它可以將它飛刀到我後面 我是有一個縮的感覺 要縮一下 當然John Wick 吉人那一刻都很痛 令我亦都很想縮 但是它給到我很清晰的聲音 在前面飛到後面 我是覺得是深刻的 另外就是Avenger Endgame Avenger Endgame 我一直都覺得 其實音效沒什麼特別 尤其是它最後那段大混戰 其實都可以說是挺混亂的 但是在它開頭的時候 那些英雄在後面出來 或者是天花殺下來的時候 天花聲下來的那個 我覺得是明顯的 這件事都是歸功於PKFS和MCACC 令到它的時鐘修正之下 但是聲音的穩定性和定位性是非常非常強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很棒的 最後火箭聲空 火箭聲空這一段其實非常巧合 很多不同的抗音機組合都試過 所以聲音的特性我非常熟悉 在這個704方面 它在這個環境之下 我剛才開了這麼大的音壓 它將聲空的效果 再加上之後機艙的聲音 我覺得它是可以做到一個完整的音場 而且讓我帶回機艙的感覺 這一下我覺得它完完全是超出的新格 這個704是非常棒的 我覺得在價位上 這個價位其實都是非常值得玩的 另外它這次我覺得亦都抵贊的 就是它的搖翁器 終於都用回一個長方形的搖翁器 而且還有燈的 起碼我配合我部部機器的時候 起碼都是同一款 而且它可以對應到Pioneer的部機器 亦都是非常適合用的 當然它還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優化了 或者裡面的擴迫、火牛不同了 很多的細節 這些其實有待 你用家去跟我發掘一下 再跟我分享 今天704這部機的留言 其實都跟大家分享了 如果大家都有意見 歡迎在這段影片下面留言 告訴我 或者在Forum 和我分享 討論一下 今天這條影片來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請給個like 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再按我們的鐘仔 我們就會有好東西給大家看